其他的未來內閣裡面的這個重要成員 其實之前就以頻頻的這個發表 這個抗中挺臺這樣的一個談話 所以一般人認為說 未來的這個美臺關係 其實是值得期待的 這是不是也讓今天 所以整個台股天啊 飆瘋了 連這個台積電 怎樣又破紀錄了 對美國來說的話 真的台積電真的太重要了 最近台積電有三件事情 等一下會一個一個談 那談完之後 各位去想想看就是說 第一個為什麼 台積電會叫做護國神山 為什麼中國人會一直希望說 台積電啊你趕快來 台積電你不來沒關係 連你們家沒上班的人 我都一個一個把他挖過去 為什麼美國他今天要國家出錢 日本他今天要國家出錢 沒關係啦你來啦 我給你補助啦 為什麼要找台積電去 我們從最近最迫切的 全球晶片荒來說 這次全球晶片荒 為什麼會產生這個問題呢 原來最大的問題是 對於景氣的判讀錯誤 這一波的汽車銷售 真的是超乎大家的想像 去年當整個武漢肺炎 一開始的過程當中 各位還記得嗎 牛奶倒掉嘛 原油的期貨用付結 用付價格去做整個結算 那時候大家想說 嗨呀嗨呀嗨呀 全世界景氣不好了 所以對於整個汽車的晶片的預期 他們就往下降 所以訂單下的很少 結果想不到這一次呢 後來回來之後 出現了所謂的報復性的一個反彈 那報復性反彈 當然就求吉丹啊 那吉丹目前來說的話 很多人就會想說 那台積電目前在全世界的晶圓代工 一家佔多少呢 台積電也沒佔太多啦 他一家就佔百分之五十四 他一家佔超過一成 超過五成又多一點點 所以現在對美國來說 對歐洲來說 對日本來說 他們的救世主 就是台積電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希望台積電在五月的時候去改產成 他們可以把一些部分的二十八奈米全新來再來做投展 但是這個二十八奈米 再跟各位說一次喔 二十八奈米現在對台積電來說是他們覺得沒有那麼重要的產成 前幾天我們跟你說過嘛 我們不是也在這個地方 跟佑琪說 也跟全國的觀眾說 我可以賺五十塊 為什麼要去賺五塊 因為我有先進製程可以做嘛 所以我們從二十八奈米 這個先放在腦海 我們要開始進先進製程了 去年二零二零年 以色列他就用F35直接去攻敘利亞 然後去攻敘利亞的時候 各位別忘了喔 敘利亞的後台是誰呢 敘利亞的後台其實是俄羅斯的一個政府 那他當然有他的武器嘛 那F35為什麼F35這麼重要呢 F35裡面 他裡面最重要的晶片是賽林斯設計的 但賽林斯只會設計 賽林斯設計完之後給美國的國防部 但是這個晶片要由台積電來做操刀 目前這個操刀的部分的話是七奈米 而且是全程保密 那各位要去想喔 一個國家可以把他們國家最重要的機密 交由你們臺灣的新竹的廠商 然後來臺南來做整個操作 他一定是非常相信你嘛 不然這裡面的機密要留出去的 那還有命嗎 那我們剛剛說啦 人家敘利亞是吃素的嗎 當然也不是 所以敘利亞的話 他們有俄羅斯的鎧甲S1防空系統 他們有中國製的JY-27防空雷達 也就是說它是兩套 一套是飛彈 一套是雷達 那我雷達一定是先抓嘛 喔有敵機來了 我通知飛彈 飛彈你趕快去攔截他 所以這個是有因果關係的 結果糗了 怎麼說 為什麼呢 因為敘利亞的話全部都失效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哇這個攻擊圖出來 超完美 就跟所謂的雷射精準手術一般 我要打的地方 我每個都打到 我不打的地方呢 他是完好如初的 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就叫做所謂的雷射刀式的一個手術 就如同手術般的一個精準 然後後面這兩個國家就糗了嘛 對不對 你家的雷達 我家的飛彈都落差了 所以中國跟俄羅斯就互相怪了 為什麼互相怪了 中國就說 哎呀你們就是你們啦 你們俄羅斯真可惡 我們其實我們雷達早就看到了 可是你們的飛彈都沒有發射 俄羅斯就說才沒有勒 亂講一通 是我們從頭到尾都在那邊等你們的訊息過來啊 你們的雷達就沒有發現啊 兩邊就互咬 那到底是誰的錯呢 後面武器專家說了 後面武器專家講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實在的 他說什麼呢 他說第一個 F35他飛不快 胖胖的 他真的飛不快 因為他很重嘛 可是他是逆中的 他逆中的過程當中 他說這證券的運算速度 完全不一樣 當二十八奈米的運算 還沒有運算完 人家七奈米的飛彈已經到了 所以你的雷達戰 砰把你打掉 你的飛彈車砰把你打掉 然後把你打掉的過程當中 你還在想 敵軍敵軍在哪邊 所以武器專家說 你這個晶片整整 插了三個四袋 插了三個四袋 那個運算功能差太多了 你那個二十八奈米 去對上七奈米 怎麼可能會贏呢 完全不會贏 所以再跟各位說一次 厲害是誰厲害 是F35厲害 美國的科技很厲害 他造出了一個很完善的 一個飛機 但各位飛機的大腦 賽林斯做的沒有錯 沒有台積電來操刀 他能做得出來嗎 做不出來 為什麼美國會希望台積電到美國去設廠 為什麼張忠謀先生會說 台積電現在已經成為了全世界的角力之所在 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因為他控制了大腦 我們好 我們從敘利亞到這個地方先截止 今天福斯大老闆嗆聲 跟誰嗆聲呢 當然跟馬斯克嗆聲啊 我們之前跟各位說過嘛 五十萬比較大 還是五千萬比較大 五十萬比較大 為什麼呢 因為特斯拉只做五十萬台車 他的市值比全世界前五名的 做了五千萬台車的 還要更高 他今天就嗆聲了 他就說馬斯克你給我等著 我們要來搶市場了 當然兩個人私交很好啦 所以演演戲嘛 薄薄板面嘛 這個也應該 可是搶得到或搶不到 這是一回事喔 結果最近日本媒體啊 他就說了 哎呀不好弄 為什麼不好弄你知道嗎 日本媒體就把特斯拉的晶片 跟現在大家一般的汽車晶片 把它打開來看 他就說特斯拉的晶片 整整領先業界領先六年 那特斯拉現在的晶片 誰做的你知道嗎 特斯拉的晶片 還是台積電 還是用七奈米做 但重點是晶片大有問題 為什麼晶片大有問題呢 當我們全世界的車 都還要自己開的過程當中 人家特斯拉所做的 七奈米L5的晶片 這個叫FSD 4 Cell Drive 自動駕駛系統完全自駕晶片 人家已經整整的完勝你六年的時間 因為你現在你的車連自動停車 你都做不到 但是人家呢 完全自駕到L5了 這個叫做世代的差別 所以我們要從這個地方來做最後的總結喔 武器專家說晶片 差了三個世代 運算功能差太多 你就算你看到了人家飛彈也到了 這個叫做運算速度的差別 同樣的很多的車子到現在連自己停車都不會 人家是完全自駕 所以整整為什麼人家日本人說領先六年 而這領先六年 今天不管是賽林斯設計 台積電抄刀 還是特斯拉研發 台積電抄刀 我問各位 關鍵的大腦在哪邊 關鍵的大腦就在台積電的一個身上 所以美國媒體才會說 台積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家公司 而台積電今天盤中市值來到了17兆 也攻上了一萬六千點 為什麼能夠成為護國神瞻 成為全世界注意的焦點 因為大家突然間發現 未來5G的世代 高速運算的世代 科技醫療的一個世代 國防的世代 衛星的世代 飛彈的世代 沒有台積電 他們都辦不到 太強了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來看 台灣為什麼 這個很多人最近很多人在買豪宅 我們上次不是有講很多驚鴻大老闆 現在也開始這個豪宅熱 就是因為台灣的前景看 而且拜登上來之後 現在看起來 美台未來的關係 似乎是樂觀的 買一 jemand … … …